最岁香农会赤字1000多万元重新整顿农会的超市建筑空间 历经半年多的工程之后在16号审大开幕了 明亮舒适的环境顺畅动线还有在地的咖啡清食 让顾客流连忘返 农会也特别推出了满额送好礼活动 有机会让消费者把1万元的礼券给抽回家 建筑外观清新亮丽的图腾异象相当袭巾 走进里头木质装潢搭配柔和灯光 除了生鲜蔬果以及日常生活用品 在地农特产品陈列在小摊车或者木框展示柜上 整体环境空间就有如精致文青店般 让乡亲民众逛的惬意买得尽兴 比较流畅 而且多元化 当然有改进 当然是看起来比较漂亮 改装之后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 买东西比较有一点一点可以买得到的 瑞瑟香物产丰饶 观光尤其多样 不过缺乏具在地特色的展售卖场美中不足 瑞瑟香农会当领头羊 赤字1000多万元 重新整顿老旧的超市 营造一个明凉舒适的购物环境 并纳入在地青农咖啡青石以及食农教育空间 此外也展授全国各地区农会的特色农特产品 提供游客民众更多元的选择 我们是朝观光书闲超市的规模去发展 那因为瑞瑟主要是观光客很多 那很多观光客来到瑞瑟 他没有地方可以去采购当地的农客产品 那农会用这一次的重新开幕的话 我们把观光客的需求也加入进去 今年2月初动工准建 历经6个度月的改造 16号盛大开幕的瑞瑟农会超市 也已崭新风貌亮相 为了庆祝超市30周年及开幕庆 农会也特别推出满儿抽大奖的活动 分享并且回馈大众 即日起来我们超市消费满300块的话 就有赠送一张摩采券 那头奖的话有1万块的提供礼券一名 二奖的话有5000块的礼券两名 还有三名的2000块的礼券 那还有30名的瑞瑟4公斤的幽米一包 瑞瑟商农会超市占地百坪左右 以观光超市规模来发展 提供游客民众舒适安全的购物空间 营造在地新的购物亮点 未来农会表示也将作为 瑞瑟湘时农教育的体验基地 记者是玉兰瑞瑞瑟采访报导